人超重多的台北车站 近报新增两名清洁工确诊 因此一楼商店区 不论台铁便当 伴手礼店或者超商 25号下午2点全面停业清销 要等28号才能复业 他们工作的成余 包含了一楼的大厅 还有B1的公厕 全面停业 清销进至三天 数票业务不会受到影响 台北车站累计 已经有四名外包清洁员工确诊 25号新增个案 包括案15652 23号确诊 20号跟22号下午2点到晚上11点 都在台北车站地下夹层厕所工作 已经匡列三名接触者 还有六人自主隔离 案15669也是23号确诊 从20号到22号都有上班 目前匡列三人也持续扩大疫调 两人感染源都有待理清 除了台北车站 曾是疫情热趣的万华 加勒福桂林店也贴出公告 24号晚上11点起币电消毒 26号恢复营业 原来又是有确诊足迹 让万华居民好担心 有关加勒福桂林店的部分 是因为有新北的确诊个案的 准机到过 所以我们7月24号的时候 做通知 那加勒福桂林店 在7月25号 营业一天做清销 据了解的我们并没有 新北的确诊者 有到该店的足迹 确诊者到底从哪来 双倍说法都不起来 万华居民只希望 疫调匡列赶快做好 别让疫情再扩散 三立新闻林凯军 周年一台报道